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案算是元旦 头一天 你们两位也跟大家说到什么 因为2012年对我真是末日的一年 一个是他有末日 再一个年初我爱人去世 所以到2013年我感觉到我末日算过去了 我还充满了希望 希望2013年带给大家的没有末日感 而是快乐如意 从您这过来人嘴里说出来的话 这是太善起善倒了 过去一年你还得了带状炮诊是吗 对 带状炮诊是更早 那是2011年 我爱人一生病我急的 所以您现在心境上感觉有没有一个一鹤漫重山的感觉 这人呢 就能够挺过这个末日来呀 挺重要 你挺过 末日您都挺过来了 您还怎么知道吧 还怕新日子吗 还怕钱呀 说的太好了 末日都过来了 你还怕新日子吗 猴哥 你都去年和今年 去年特别忙 就是这个到处跑 当然就是说也有很多人问我那末日的问题 那么这种事情呢 不陌生 好像每隔几年就有这么出来几个末日教主啊 那么忽悠大家一通 总而言之 这一次呢 又证明了 凡是忽悠大家是末日的 肯定都是假的 对 这个就说到全能神了 全能神 最近这个到处都听人说这个全能神 你看 今天我们在这儿 要不说我觉得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 还有我听说这个赵维山 这个全能神的这个人 他早年啊 跟什么一个叫呼喊派的组织有关系 说是从呼喊派出来 我今天我要给大家经验一下 说猴哥早年就是这呼喊派的是吗 是 有多早呢 就早在我在两三岁的时候 我的外公就是所谓的呼喊派的这种基督教 他是一种基督教吗 他是基督教 那么而且他不是西方传来的基督教 他是在1930年代或者是40年代初期 那么由一个叫李长寿的一个老先生 那么他创立了 那么他创立这个宗教以后 基督教以后呢 他就不叫教堂 他叫聚会所 那么大家定期到一个地方 那么大家在一起 那么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爷爷奶奶 就是外公外婆 那么带着我去上教会 去聚会 而不是说去教堂 去教堂呢 说的都是去天主教堂了 那么去教堂以后呢 就听到大家就是第一是唱歌唱圣诗 然后是有人起来读圣经 然后声音读得很大 那就叫呼喊吗 没有 这还没到呼喊 好来了 呼喊阶段是什么呢 呼喊阶段就是说 然后大家就开始一起闭着眼睛低头祷告 开始呼喊上帝的名 或者是呼喊耶稣的名 比如说我要示范一下 好你呼喊一个我们看看 他就说 哦 主啊 哦 主啊 哎呦 路易斯小心点啊 声音很大的 哦 主啊 喊叫 对 这么一直喊 那么就跟着 那么几十个人 有时候上百个人 就大家一起喊 那么在喊的当中呢 有人开始哭 那么这个群体喊完以后呢 大家得到一种轻松感 我觉得是一种心理治疗 哎 你说的这个啊 挺让人有感想的 就是说 这种好像早年间呢 你记得咱们说有个大气功师 严心 那个时候 严心那个教人练气功的时候 是是是 我在那个当时在广州 好像在天河体育馆呢 我去了 你也去了 我跟孙 我跟安哥 安哥去了 我跟安哥两个人去了 我在那他呀 人的心里啊 好像有一种啊 被称为叫催眠的这个现象 你真的是就是严心就在那啊 平稳的语调这么讲 讲的过程当中啊 一会儿这边啊 我就喝一嗓子 一会儿那边啊 我就一嗓子 就我身边的人就痛哭流涕 站起来跳舞的 站起来跳舞的 比划的 没错 什么都有 这个我呀 刚才说的呼喊派呀 全能神我了解都很少 嗯 但是呢 我也知道一些啊 就有些宗教教派啊 容易被认为是邪教的东西 一种呢 就是五十年代 当时取替过圣母军 叫圣母军 从来没听说过 听说这个 而且这个圣母军呢 军队的军 这个圣母军呢 和这个军统啊 策划过 我看过这个展览 策划过就是在平山的时候啊 暗杀中共的一些领导人 收买了那个地方的一个贫农会的会长 大概类似的 这是一种是和政治结合起来的 我还知道有一种啊 或者是所谓的邪教啊 最最后怎么定性 我也闹不清楚 就是他喜欢的在宗教里头啊 用一种自呛的行为 比如说自己受 残害自己 这个现在还有 这个活动到了高潮的时候 这人呢 就除了裤衩以外 基本上就是半裸 然后用鞭子 用竖条子 自己打自己 打的浑身是血 是 这个也是一种心 实际上 你琢磨他 他这也是一个心理发泄 他通过这个呢 他 他来忏悔 因为你人是有罪恶的呀 你说他会 他就觉得一个人在主的面前 他充满了罪恶 他应该为这个罪恶来这个付出代价 我们对人的这个功能的了解实际还是太少 就是有过很多种解释 可是你比如说像某些少数民族 或者像是那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巫术里边 人在某种状态底下 对他可以光着脚走在这个篝火上 踩在火上 而且还不受伤 对吧 这个有过很多种解释 我上次去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你知道吗 我当时都产生这个困惑 就来了一个催眠师 我就说过去传说中的那种催眠表演 那现场我们看见了 看见了他就随便找一个观众 说我给你催眠 催眠完了以后 就当天广众之下 把这个人抬到两个椅子被上 脖子这脚跟这 这个人不但能待得住 上面坐一个人也待得住 他不是随便挑的人 他就人的接受暗示的程度不一样 你比如说严新那场演讲你去了 对 我也去了 有人哭你哭了没 我当然不是 我还那个时候我还挺单纯的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时候他太神了 我亲眼看见那家好多人哭的 坐在轮椅上的人等就站起来了 你知道就是我还真照他说的那个链呢 他说你把眼睛闭上 我就闭上 然后他说你会觉得眼前越来越亮 越来越温暖 越来越亮 越来越温暖 这时候我一睁眼呢 一个电视台摄像师正拍我的那个灯啊 我说那是灯烤的我 那是灯烤的我 我没有这个反应 但是我确实见到 我确实见到 就是那些就是说会哭或会自动起来跳舞 或呼喊的人 那个我们叫做就是接受暗示的程度最高的人 最容易被暗示的人 那么一个催眠师如果到一个地方去表演催眠 他必须在那个某个特定的地方 装一盏红灯 那么的红灯以一种不停的节奏在闪 那么在闪的时候呢 他就会注意到 线上哪一个人开始打瞌睡了 开始进入有一点点浅眠的状态 那么到时候他会选他 哦 所以人的受暗示程度是不同的 那么延欣这些人呢就是 而这些表演的话呢 那么我看了完全没感觉 然后我跟安哥说安哥安哥 你有感觉没有 安哥说我没有啊 这个安哥说小号 咱俩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说可能不是吧 反正我是没感觉 就我们不太容易接受暗示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不是专家啊 就这个宗教的诞生啊 这是人类文明初期的事 几个大宗教 对 您到21世纪了 您想再重新确立宗教 就是邪教 因为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玩邪的 你要是看各个大宗教啊 里头都有记载的奇迹 耶稣把这个麻风病人能治好 把哑巴能治好 我就不一一的提了 就佛经的更厉害了 佛经的奇迹更厉害 这个还有其他的宗教 人就不愿意我提的我就不提了 他都有这个 可是这个经过了几千年以后啊 奇迹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的这个善心 他的那个追求崇高的那个心 到现在还感动你 他对人树立一个行为的规范的这些 就是他那些最精华的东西 他都还保留着 当然我也不敢说人类宗教里 他有糟糕 但是 您说是不是有这一点 您想现在是2013年 您再重新创立一门宗教 您也要玩奇迹 你不是邪的你才怪 他们还 或者就吓唬人 这末日呢就属于吓唬人 对 那就把人活活吓死了 而且一般吓唬什么人呢 农村里的那个老太太 所以他们就讲啊 说实际上啊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农村里 现在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男人都出去打工去了 很多这个妇女啊 尤其是老年这个妇女啊 在家里待着啊 没事干 特别前程 而且我觉得啊 他很有 他这个有些地方非常有意思 你看啊 他传教 其实填补了一个 不叫填补 说他打到了一个什么 我们薄弱的地方啊 现在的这个伦理道德啊 这方面的这个这个迷惑 因为你看他一说啊 正说到很多农村老人的心坎上 你看我们比如说啊 他这一段这个全能神教 在散发传单中讲这么一段话说 其实是讲现在年轻人不孝顺老人 这么说猫狗宠物当宝贝儿 亲生父母啊往外扔 爷成孙子孙成爷 父当儿子儿当爹 父母成了儿保母啊 道兴逆施人心堕 你看这个农村里的这个老老人 这是非常适合中国中国人接受这种观点 所以他有他的 而且你知道这个宗教的这个事啊 我觉得也挺可乐 就是说人类这个宗教的这个产生啊 很多种招 你比如说你要说他这个全能神这个挺土啊 可是听土啊他的很多组织方法啊 跟甚至跟一些大宗教的方法都差不多 你比如说啊 这个赵维山他自个儿不当神 他要立一个捧一个女基督 这是神 这个神呢是不管俗事的 然后他相当于什么呢 就像古埃及的那个他大祭司 大祭管行政的 他是真正的这个老板 但是他是祭司 可是他要捧一个 捧一个这是女基督 这是个神 这个呀 这是宗教本身的 他就他要克服一个悖论 什么呢 因为最高的这个主 不管他是叫上帝也好 真主也好 是这个 这个 师尊也好 这个本身呢 他应该是没有形象的 您看这个天主教耶稣教吧 有耶稣的形象 有圣母的形象 没有耶和华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 没有啊 因为上帝是一个概念 他不能有形象 一有形象的话 人就开始争论了 要加了 到现在呢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 捷克那个作家米兰昆德拉 他就说 说欧洲神学一直 就是讨论一个问题 耶稣进不进卫生间 因为你有人的话 他就你器官呢 你器官 你有什么器官 有没有排泄器官 有没有生殖器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事麻烦了 这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 他就必须 有这么一个不道人 这还真是 有这么一个使者 王老师你讲 我跟你说 就是说人类要不说 一个人从童年到老年的过程啊 就跟人类从童年到老年 差不多 你说的这个心里啊 我都出现过 你都出现过 我小的时候啊 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啊 我也幻想一个神 是 但是我当时幻想的时候 就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神呢 两腿之间该长什么 最后我只能把它想象成 是光溜溜的 是是 什么都不长的 我觉得这才够 够圣洁 你看这个 所以我就是说呀 真正的神呢 他是没有形象的 我这个我在新疆啊 我很受刺激 因为新疆呢 都是伊斯兰教啊 那都为主的 不能说都是 为主的是伊斯兰教 一个九岁十岁的一个女孩 一个农民 我们说话 新疆一说话 就说真主了 我就用手指着天 我说真主会保佑我们的 比如说类似这么一句话 他就跟我说 说真主并不在天上 真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他给我很大的教育 就是真主呢 并不是一个有形象的 有固定的位置的 他是超空间 超时间 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无相 这太对了 无相 所以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 不见得 中国的概念就是宗教 比如道就是宗教 你要说这个王老师 侯哥我得介绍他跟你说说 他当年在新西兰 不是困守多少年 17年 17年没有回国 他在干什么 他干的很主要的一件事 易经 研究易经 成功的算到了 成功的预言了国民党的下台 这是他有名的 是那一次是碰巧的 那么因为我所有预言没成功的 他们都没登出来 你还说实话 确实 就是这个 在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中国的宗教 确实都是进口的 就目前我们看到的 其他宗教 全部都不是发源于中国的 我觉得中国人的 这个文明的比较早 那么我的印象 我看到最早一篇 关于就是说中国的文献里面 记载关于宗教的事情 是盘庚迁鹰的时候 盘庚迁鹰 因为他要把 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跟北京人说 咱们迁都了 跟全国人说 咱们迁都了 多大的阻力啊 对 盘庚 把都城就迁移了 在那三 起码有三四千年前 三千多年前 说我们要把都城迁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相当于今天河南什么小屯的 这么一个地方 对 好 那你怎么去说服你的老百姓 所以呢 那个 商告 也就应告 这篇文章 那么我先用白话文 这个记得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讲的 就盘庚跟他的老百姓说 这个各位乡亲 昨天晚上我沐浴 这个焚香 然后这个 请求这个祖先 在我的睡梦当中 来给我这个指示 那么 祖先给我的指示 非常明确 凡是不愿意 迁到这个婴地去的 是 那么我就有权力 割掉他的鼻子 砍断他的手 打断他的腿 这是我们 我所看到的 中国最后 就是说最早的一个 关于就是说 宗教的一个记录 你这个记录引起一个话题 就说中国人 到底好不好宗教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可以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 中国人不相信这些东西 又有一些人说 说中国有 中国的道教 中国的老子 是吧 中国的这些 一经 等等 甚至还有人说 中国人是拿 是道德教 伦理教 或者叫祖先 祖宗教 就把儒家算一种教的也有 儒教 现在宗教研究所也研究儒教 因为儒教里 它很多地方符合宗教的条件 比如说崇拜 是吧 比如说寺庙 到处都有这个文庙啊文庙啊 就是说都要有的呢 这个从神学来 就是从书呆子们啊教授们 他说神学他下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终极关怀 终极眷顾 如果说终极眷顾 那当然中国有啊 中国人哪有不 谁不关心终极啊 一直在那讨论呢 是不是 唯物论 你要再那么说 唯物论里边的物质 就相当于上帝 因为你是从物质里头来的 然后你回到物质里边去 物质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那这个很厉害啊 是吧 因为上帝不是要求一个人形的 没误教 所以说这个 你要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个他有 但是中国确实有一个问题 就中国历代的政权呢 他反这个教会势力 类似的这种宗教势力 宗教集团 民间结社民间宗教 对 最有名的就是三国演义上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孙权他哥哥 原来那个那个那个 叫什么 是不是 孙权的哥哥 哥哥叫什么 他不是就取缔这个鱼姬这个道人吗 说你 鱼姬道人 鱼姬道人嘛 砍鱼姬的脑袋 说你 听说你是不死 能炼出不死的 我就是把你脑袋砍了 我看你能不能再长一个脑袋 而且三国演义他有民间色彩 所以就是说他这哥哥怎么死的呢 砍完了他这个道人以后 他就 回去以后就开始发烧 身上就难受 然后这个昏迷当中啊 老见着有一个那个道人的脑袋 突然又又整出一个了 又长出一个了 他就是这样 所以就中国的政治势力 中国他是非常相信这个一字 哪个一 一 一元化 什么是一元化 九九归一 就是说我的这个力量 我是管一切的 不能够有跟我平起平坐 皇帝也是天子嘛 天子 所以 而且真的 他要求把政权和这个信仰权呢 结合在一块 就政教合一吗 这也不 这也不叫政教合一 这也不叫政教合一 反正他弄得 他弄得 我想这个有关系 我刚刚这么一想呢 就是说 《易经》的话呢 应该是《周易》 我们看到了这个版本 那么《周易》里面呢 64个卦里面 只有两个卦跟宗教有关 一个是观 观察的观 观望的观 那么他说 这个 观而不见 就是观就是观喜事 就说我们以后呢 祭拜祖先 或者是神明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只是洗洗手 沐浴干净就好了 而不见 见就是推见的见 那么那是杀猪窄羊 那意思是说呢 不要搞得太奢侈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是观的 看